我们后三个属项 牛、螃蟹、鳖 牛呢 就是23点到7点 我们简单说就是子时到成时 再往后 到有时 就是螃蟹 最后鳖 刚才天上跑的出来下面有地下爬的 这几个属项两个人又是爬行动 前面是两个鸟 看这三个东西有没有什么相似点 一定是有的 你仔细看看 三个完全不相关的 两个有壳 另外那个牛 很温静、安顺 实在不老实地牵着牛鼻子 也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当然那种斗牛是一种被逼到一定程度的 极端的一种案例 各别现象 那这几个都很安静 都很 防御性很强 你不惹它 它不攻击你 不主动攻击 那两个带壳的一定是这样 那牛呢 它施草动物 当然也是这样 施草动物都是纹身 所以呢 这三个动物都有防御性 平时都好净 你看牛、子鼠是正位 那牛 陈旭丑位、司徒 它是安静的 那这几种动物就是这样 牛在古代功劳非常大 任劳人院 勤勤恳恳 我们说甘位犬马之劳 其中犬跟马 还有这个牛 都是古代最重要的动物 尤其是牛 更粒更甜 拉车 都可以 所以当然现在内 可能不是那么太重视 我们不讲这些 那牛呢 这种人 还有一种特点 就是有牛脾气 牛脾气 牛脾气 然后 再说螃蟹 那螃蟹呢 它还有一个横行八道的说法 对吧 很奇怪 这种动物跟其他的 都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横着走 其他的 这个字最突出 所以这种人特立独行 你说我防御吧 我确实防御 也安静 但是 从不主动攻击 除非他觅食的时候 那这种人 就不遵循社会法度 很个性 很有意思 那小的规矩 没什么嘛 不破不立嘛 那最后这个憋 又叫甲鱼 又叫甲鱼 这个憋这个字 听起来 就很憋屈 它可以缩 缩头 但是它不能完全缩进去 如果千年王宝万年龟 千年王宝万年龟 千年王宝万年龟 比较有攻击性 你说它防守 至少它防守反击 它脖子可以伸得非常长 但苏就 你说它能屈能伸 当然不如乌龟 据说 民间说 这个 母的鱼 鱼 还能跟公的蛇 交尾 那可想收出来 就是玄母 很厉害 那这几种 它都是 就是 有了一股 降劲 特立独行 倔劲 那这个 鼻咬的东西 它是死活不放的 你把它头砍下来 它还在咬着 还死 当然就没有 乌龟的可疑